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旅人的足迹遍布心间 他造访过最为聪裕的森林 青采过最为洁白的沙滩 亲吻过最为美丽的花朵 可这都不是我想要的 旅人说 我只是想寻找一处新家 这里没有你的容身之所 水中的倒影叽叽喳喳 你得自己成为家园本身 那么 旅人点点头 我会成为家园本身 于是 盲眼的旅人踏上了新的旅途 但他却忘记了 这次的冥想维持了 两千二百四十七年 我刚才 好像做了一个梦 似乎有种怀念的感觉 事到如今 我居然还会怀念什么吗 毫无意义 该去看看独行者的状态了 没有记录到深渊的波动 推测深渊尚未发现独行者的存在 能量流动正常 海的攻击一如既往 源源不断 独行者的航行数据没有发生变化 和我进入冥想前一致 一切正常 换句话说 就是毫无进展 独行者已经在太阳系边缘 持续航行了数万年 却始终无法冲出太阳系 那些太阳系边缘的 虚树内能潮汐带 形成了星系跨越的天然阻隔 独行者尝试过的 所有方法都失败了 即使有海的力量加持 也终究无法克服星的阻碍吗 弗楼沙的旅途 看来注定到此为止 弗楼沙 弗楼沙 多么陌生的发言 我几乎都要忘却的 故土的名字 象征着希望 象征着美好 象征着那一百二十亿人 最真挚的住院 而在如今 毫无价值 这个时间 代理人应该在环境控制舱 虽然和他交流也没有意义 说到底还是都怪麻辣 一生不想的就实施了逃亡计划 甚至都没向我告个别 带走了那么多清洁工 去过他心间海盗的逍遥日子了 我才不羡慕呢 他倒是快活了 给我留下了这么多工作 知道我有多辛苦吗 要是将来有机会遇上他 一定要好好跟他抱怨个够 代理人与此聆听你的意志 缩 不出所料 没有意义 缩 你的身体 但我还是回答了 这个丝毫没有意义的问题 我在冥想之中 不断汲取这海的能量 这让我自身的存在方式 也在向海倾斜 即便如此 这具躯体终究也会到达极限 无法承载更多能量的涌动 到那时 我会在海中构建新的容器 将我的意识沉入其中 统一所有的能量 那将是弗楼沙在海中的新家园 而我自身 会成为开启大门的钥匙 这不是谎言 只是 建造这个新家园所需要的能量 远远超过现在的我所拥有的全部 我必须不择手段地攫取我能接触到的一切 来填补这个泡沫般脆弱的空中楼壳 我将成为海中的一株巨大的寄生植物 直到我的规模足以比肩深渊之茧 与树的末梢构建连接 我要在深渊察觉之前触碰到树 最终取代深渊之茧 成为新的规则 说实话 我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 这是我在出发前构想的计划中最令人绝望的一刻 却是如今留给我的唯一一刻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文明终于能复兴了 这就是我最讨厌它的地方 只需要一点点虚无缥缈的安慰 就能立刻重燃希望 就算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 也能充满热情地去全力相信 我讨厌这样的它 正如讨厌过去的自己 它总是让我想起那些已经被我彻底舍弃的东西 是我的文明 不是我们 代理人 是 代理人仅遵你的意志 搜 到底为什么 我所创造的无数代理人中 只有它是这样的外星 是无心之举 还是源自我的软弱 我尚未完全消失的 人性 那明明是我已经舍弃的姿态 那明明是我最讨厌的模样 我又为何 任凭它自长人格 却没有将它废弃 或许带我汲取足够多的能量 成为全知全能的神之后 便能解答这个问题了吧 可是 缩 即使能在海中创造新的家园 弗洛沙的居民 人类要从何而来 它总是能提出我最不想回答的问题 这让我对它的讨厌又增加了几分 杜星者上保留着弗洛沙一百二十亿人的意识数据 只需要准备合适的身体 上传意识覆盖几个 是指 第三还是第四行星 比起冒着被深渊察觉的风险接近太阳系中心 还有更稳妥的方案 看向闲窗外 你看到了什么 嗯 什么也看不到呀 这里离太阳太远了 没错 这里离太阳太远了 深渊之茧的枝末很难触及 即使仍处于本征事件 也能够让我植入新的规则 这些负极于太阳系边缘的虚数内能潮汐带 是阻挡渡星者前行的祸首 但同时也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能源 只要挑选合适的星球 植入我的规则 利用潮汐带的能量加以改造 就足以成为适合人类诞生的星球 诞生 苏 难道你的意思是 很简单 既然需要的只是曲窍 那就由我来亲手培育新的人类